不同版本中的忧郁菇有什么区别 原版忧郁菇被网友戏称多嘴小蘑菇增哥 一共有八个出气孔 眼睛看上去贼大 忧郁菇的设计原型来源于生活中的蘑菇类植物 在游戏中作为紫卡 白天需要使用咖啡豆进行唤醒 可叠加在大喷菇上面 每次攻击围绕自身释放四次烟雾 具备穿透效果 喷射半径接近三成三 攻击力极强 忧郁菇外加门瓜头 能够秒杀绝大部分僵尸 可谓是拱手兼备 在打无尽模式中也是最好的帮手 95版 95版忧郁菇与原版保持一致 火死人版 火死人版忧郁菇外观变成了红色 上面多了五个五角星 有效攻击范围为三成六 与之不同的是 无法叠加在万叶盆菇上面 TT版 TT版忧郁菇除了看上去更加年轻化以外 有效攻击范围同样为三成三 与原版保持一致 派版 派版忧郁菇相比其他版本 攻击速度翻了一倍 但是攻击伤害有所降低 与火死人版不同的是可以叠加在暗叶盆菇上面 冒险时光版 冒险时光版忧郁菇变成了磁力菇 头顶乌帽身披斗篷 攻击方式为释放闪电 有效攻击范围为三成七 白天不需要使用咖啡豆进行唤醒 另一时空版 另一时空版忧郁菇变成了野玫瑰 看上去像三叶草 白天需要使用咖啡豆进行唤醒 有效攻击范围为三成三 如果不看简介 还真不知道是忧郁菇所变 冰雪版 冰雪版忧郁菇变成了深蓝色 释放的烟雾变成了雪花 有效攻击范围同样为三成三 初音版 初音版忧郁菇变成了小公主 看上去比原版好看多了 白天需要使用咖啡豆进行唤醒 有效攻击范围为三成三